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推手 它的主要意义是 培养一种粘连 粘锤 不溜不顶的一种身体能力 然后它的主要目的是 培养我们的触觉和一种躲进的身体能力 还有比如说我们单对手 首先我们要立根 建立一种框架结构 比如我们腿 躯干 到手 和它产生一种连接 这个时候它也是手 躯干 腿 建立连接 同时运转 对 我们现在就是两个框架 两个结构 但是不要沉 不要这样扎住 扎住我们两只腿就损住了 这个我们沉双重 就不灵活了 趋时分期 我们推施针的时候 其实就是四个斜角 我们很不变动的 很变动的一个脚 我们还推顺 它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身体更加灵活 断电的区域更大 我们在推动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接上 接接关创 对结构的依赖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接增加 去验周身的协调 控制 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沾点 棉水 保持力是中正的 我进 对方退 对方进 我顺着他的力 退 我进 他进 我退 我进 他退 我们推脚也是一样的 两前功 后走 两两之间 缠到不去听 这种感觉 好